刚刚起到NAS以后呢 就找不到 找不到了 然后就重新试它的IP地址进去以后呢 就出现这个 还有欢迎回来 它检测到之前的硬盘 从另外另一台的DS90加 移动到此台的DS90加 要想安装脚新的DS 然后再继续 这个只是重新单电 就会出现这个图标了 我觉得很奇怪 对呀 那我就安装看看 安装这里出现了一个保留系统配置 保留文件后设置 它说这里保留文件后 大多数现有的系统设置 请注意部分配置 任何丢失 只是丢失部分 重置系统配置 这个是保留文件 那我还是保留系统配置吧 OK 然后呢 安装 Disstation Manager 就是DSMM 这样的话它会重新安装 这个只是淡的一次键就会这样子吗 我觉得是不是有点问题啊 但是不过怎么样 我先装着再说吧 这边选择是重新系统领的DS920加 10分钟时间就绪 刚刚听到一声响 应该是 对好了 我们现在单独进去看一下 嗯 回来了 OK 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硬盘映射啊 看看还有没有在 下面这些都回来了 OK 现在都回来了 之前都是XXX的 系统弹件以后需要重新安装 才能恢复 所以 要小心 希望不要淡电 好了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的那个DSNAS DS920加淡电以后出现问题 需要重新安装系统 才能恢复 呃 所以呢 大家记好 最好是 应该有好连的UPS 不让它淡电 因为淡电的话 你真的 呃 要花一点时间去 才能不能恢复过来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 如果大家也遇到像同学的话 啊 旁边在视频下面 我们交流交流留言 啊 看看是不是都是这样的一个恢复系统 我觉得这样子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 对啊 嗯 首先你要自己要懂一些东西 不然的话 啊 恢复起来 因为 因为你要查找你的 啊 啊 NAS才能找得出来 不然的话你才找不过来 这个是一个比较 复杂的事情 所以你要 用NAS的话 首先你要了解一些一定的NAS的知识 你才会 用转 玩的转它 不然的话你操得起来 是有点困难的 特别是电源啊 单件的话很不好 如果你不买了个UPS 不进的电源的话 它可能就会有一些 呃 经常单件的话就会很多很多 这样每次去安装的话就很麻烦了 OK 好吧 我们的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